《金剛經》裏面有句說,一切有違法,如夢幻炮影,如勞逆如電,應作儀事觀,是什麼意思呢? 世間上一切的事物都是變化無常的, 由於夢中的悲歡離合,就像棄法、影子和水泡一樣,都是假有的。 例如閃電,一出現就消失了,又好像早上的露水,太陽一出來就蒸發了,應該作這種觀賞,否則將幻當真,這樣就煩惱、痛苦、不堪設想。 師父,如何分別真正的佛教呢? 佛教裏面有很多副佛法的外道,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。 平時一定要多看、多聽、多研究佛經和理論,假以時日一定能分別到什麼為正式的佛教。 外道主有三種。 第一,佛法外的外道就是非因繼因,非果繼果。 第二,副佛法的外道就是繼有無,亦有亦無,非有非無,四句以外就是真我。 第三,學佛法成為外道。 執宇宙萬有,決定是有無亦有亦無,非有非無,成為外道。 以上就是外道的一些特色。 師父,請問你什麼是般若? 般若就是繁文的譯音,自從唐原莊法師取經到我們中土之後,就有五種不翻譯。 第一,秘密不翻,例如陀羅尼。 第二,多種含義而不翻譯,例如比丘。 第三,這個地方沒有,所以不翻譯,例如焰浮鼠。 第四,信於古意不翻譯,例如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。 第五,尊重不翻譯,例如佛陀和般若等等。 般若的二譯就為之為妙智慧,有妙不可思議的意思,並不是普通智慧。 第四,信仰稍比內。 ình仍比,例如焰浮鼠